关于玉米追肥啊 咱们农户有一个疑问 用什么样的肥料能够高产呢 我们一块呢 去向农户呢先咨询一下 看看农户的一个用肥习惯怎么样 哎刘叔叔 您这包了多少墓地啊 50墓地吧 今年追肥了吗 醉了 用的普通药素啊 用的还有性的药素叫心棒 哦 还有心元素 对 还有心 含点浆肥的药素 为什么不用普通这种药素呢 叫了心和甲的药素 它这个不涂颈 结肝壮的好 粒壮的好 脏实也非常好 你看它的 这个地方是用过心元素 以及熬和甲元素的 大家呢首先可以从这个 椰片宽度比较宽 这个厚度比较厚 这个颜色呢就比较浓绿 同时呢大家可以看看这个镜杆 比较瓷式啊 比较抗后期的一个 倒幅的一个情况啊 您预估您这产量 怎么样了呢 一墨地能达到多少呢 我估计不能低于前世 去年还比较寒的情况下 达到1300 今年绝对不能低于前世 哎这个地块和您是同一个时间播种的吗 对它这个比我讲的还早一两天了 还早一两天 对它都不如咱就长得好 那咱看看您邻居用普通药素这个地块吧 对对对看看这吧 好 哦这个就是你们邻居这个地块吧 对它上的普通白粒药素 这个是没有用过含辛元素以及鹏元素的 这个叶片呢就比较发白 另外叶片呢比较薄 你看宽度呢有限 另外呢就是茎杆啊 可以看这个茎杆呢 比较软啊 所以这个后期呢容易倒幅 抗逆性的比较畅 它这个地块一亩地估计产量能达到多少呢 我估计也就是一千一粒吧 也就是八九百斤啊 也就是那么多意思 哦 基本上和您这个地块一亩地能错个200斤 200斤得多啊 他这个 他操个三十百斤应该是没问题 哦 农户呢在追肥的过程中 一定要注意两个选择 第一个呢是一定要选择大厂家的肥料 第二个方面呢一定要选择肥料里面呢 含有中微量元素的 您比如说像凹河泰的新肥 以及凹河泰的棚肥 而且呢大家可以看包装袋上的一些标准啊 包括一些新 包括一些凹河泰的一些甲 一公斤啊 应该有1600毫克的一个量 这样子呢 夹根既可以粗壮 同时呢 后期又可以防止子力突尖啊 这样的一个情况 从而呢达到玉米的一个高产 哦 朋友们大家好啊 这期我们要见面了 这期啊我想给咱们朋友们呢就是聊一聊啊 关于这个盖 一般呢在番茄上 时宜使用的一个时间段到底是什么呢 第一个时间段就是在苗期啊 也就是咱们在一灾以后第三天 可以结合呢防止这个白粉尸的啊 防止病毒的 然后一块去配合用啊 这边这个盖有什么的好处呢 大家知道啊 这个苗呢 在刚一栽以后啊 这个进肌部啊 它还没有完全的一个木质化啊 可以说呢是非常的脆弱 如果说这个白天这个土温的比较高的一个情况下呢 就很容易啊烫伤这个进肌部 从而呢导致一些细菌的氢染啊 直接性的就是会引起一个进肌腐啊 这样的一个出现啊 所以这个盖呢就显得很重要啊 这个时候我们喷洒盖呢 可以迅速的增加这个木质部 它的硬化程度 呃那么第二个时间段呢 就是咱们在这个盆果的时候 在这个盆果的时候呢 也是需要这个盖元素的啊 如果说这个这个时候盖元素 供应不足的话呢 会间接性的导致一些烈果啊 或者是一些起伏病的一个出现啊 呃第三个时间呢 在采收之前的这个 这个10到12天的时间 然后呢再喷洒一次 这个时候喷洒这个盖呢 第一个是为了提高一个口感 第二个呢就是提高表皮的硬度啊 以防止咱们在运输的一个过程中啊 会导致这个表皮的这个这个裂果啊 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出现 同时呢又可以间接性的 比如说是预防一些剂嘛呢 咬失咱们这个果皮表面啊 形成这个表皮疙瘩 好了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吧 希望本期呢讲解的这个盖 在分解上使用的时间呢 对咱们朋友们呢有所帮助 朋友们大家好啊 这期呢我们又见面了啊 现在呢不管是甜瓜黄瓜或者是西瓜啊 如果说是Biofor定制的 到现在这个时间呢 几乎我这个瓜里呢 已经处于是一个蓬果期啊 咱们很多的朋友们呢就是反映啊 现在这个双美病啊这个发生比较严重 止不住啊 说现在呢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些经验 或者是方法呢 这期我们来聊一聊啊 那么在防治双美病的时候 第一个风口 因为现在呢晚上这个最低温度呢 已经下降到17度了 建议咱们朋友们呢就是在下午啊 六点左右的时间就要下了这个风口啊 第一个呢是保温 第二个呢就是啊 如果说您关风口再晚一点的话呢 这个露水呢就容易出现 早上的时候呢 当露水干的时候啊 我们就要放风口 这个放风口呢时间可以 八点钟到八点钟之间 让棚的这个湿气啊 可以往外呢去散发一部分啊 这是风口这个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通过喷药的一个防治了 在防治双美病上啊 咱们农户呢一定要记着 不要每一次都去用一种配方啊 这样子的很容易产生一些抗息 所以说呢防治双美病呢 给咱们朋友们的推荐几种配方啊 在没有发生双美病之前啊 我们呢就要去用这个双美微 然后呢再加上伏比举炎啊 再加上吸线马铃啊 以及再配合戴森猛芯 同时呢还要去加入一些 比如修复叶片的啊 这样的一些调节剂啊 比如像壁霍或者是云胎素啊 再加入一些这个微量元素啊 比如像一些这个铁呀 以及硫啊 以及这个锡啊 这样的一些微量元素 然后呢我们间隔五天啊 我们就可以第二次呢 再去喷洒这个药了 第二次这个配方呢 我们呢就可以去选用这个 或者是双尿氢啊 或者是精装醋啊 然后呢再复配这个鹅醋菌酮啊 再加上这个春天酶素啊 再配合一点这个吸线马铃啊 然后呢再配合这个 壁护啊 然后以及呢这个微量元素啊 然后呢去喷洒 好了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吧 朋友们大家好啊 这期呢我们又见面了啊 这段时间呢 正好是处于咱们这个秋茶 定制的一个时间了 那么目前来讲啊 这个大婆呢咱们很多菜籠啊 就是定制完这个番茄 或者甜瓜以后 呃现在发现啊 就是叶片这个背面啊 白粉是特别的多 有些农贡呢说都打了三到四次药 但是这个效果也比较差 那么这期啊 我们就来聊一聊怎么样啊 有效的去控制白粉丝的一个发展啊 呃第一个就是大棚内啊 去挂一些黄板 这个在挂黄板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有技巧的啊 呃一个棚呢要挂出来45张到50张 这样的一个黄板 另外在挂的时候 这个高度您这个苗啊 另一个这个黄板啊 挂30公分啊 这样的一个高度呢就可以了啊 这是挂黄板 呃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用药了 咱们在用药的时候啊 咱们有些农货啊 呃往往呢不看这个天气情况 基本上都是下午这个五五点左右呢 就开始打药了 实际上啊 这个白粉丝呢 基本上呢是温度一高以后 几乎就是潜伏起来的啊 它就潜伏到您比如说这个 遮阴的一些地方 或者是没有除干净的这个杂草 那药啊就很难打到 所以说建议咱们农货啊 在打这个百分十的时候啊 建议啊您最好呢放在 要么是早上 要么是下午六点以后啊 当温度下降以后 呃再去打这个百分十啊 下午就比较好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 打百分十的时候啊 呃我们呢先从这个风口 而两侧的风口开始呢 逐渐的往中间呢去喷散 第三个呢就是说在用药上 用药上呢 目前防止百分十呢 就是您可以用这个 赛充琴 呃比牙筒啊 吸定虫胺 或者是浮虫胺啊 这样一些类型的这个这个药啊 建议呢您这个交替用一下药啊 另外呢就是说打百分十的时候呢 以椰片的背面为主 好了 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吧 感觉不错呢 给福老师呢 买个赞